哈喽大家好 时隔很久的视频又出来了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夏日的日系妆容 因为前段时间眼皮得了神经性皮炎 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录视频 但是现在好了我马上给你们更新我的新视频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对大家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然后依旧是素颜暴击 然后给大家近距离的观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状况 然后我是混合性的遗传性豆皮 我们首先牵取遮瑕膏来进行眼下的遮瑕 然后再用歌剧魅影来遮盖豆映泛红等等瑕疵 歌剧魅影记得要提前预热会比较好用一些 然后喷一下顶中喷一下顶上粉底 用气垫粉铺拍开 上粉底和遮瑕的时候记得要避开卧场 上眼皮也要薄薄的带上一层粉饼 然后用气垫粉铺的尖端涂抹在卧场位置 卧场阴影位置记得空后 再用菲罗的深色粉底液进行修容 这个颜色偏黄和橘 但是晕开之后我觉得挺适合夏日修容的感觉 夏天的修容我喜欢用偏红橘一点的 然后呢拍开 让整个颜色过度自然 然后用刚刚上粉底的那个气垫粉铺 来过渡一下边界 用遮瑕液来遮盖一些刚刚没有盖住的瑕疵 依旧使用气垫粉铺来轻轻拍 像洛杉矶女孩的白色粉底液和自身糖的完美液晶粉霜进行混合 之后来体谅我们的眼下 发令纹太阳穴下巴 遗量等位置 太阳太阳穴有点下凹 然后发令纹比较明显 面中比较扁平 所以呢我需要这样子来体谅 每个人的脸部结构都不一样 然后需要体谅的范围也不一样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调整 不一定要按照我的体谅位置来 但是和我有同样困扰的 可以按照我的体谅位置来进行体谅 之后再喷一次定妆喷雾 在定妆喷雾没有完全干爽之前 切记不要碰脸 然后用散粉轻薄的定一下脸颊中央的位置 脸颊侧面修容位置 还有待会需要修容的眼窝 鼻翼处则不需要定妆 现在来进行修容位置的定妆 来沾取比肤色深一色号的粉饼来进行定妆 无论是哪个选择之后再进行打圈扫开 因为一开始脸部上的粉底液是粘稠状态的 你上粉妆的时候你直接一上去就打圈扫开 容易让粉底斑驳结块 而且会比较厚肿 在脸颊侧面的定妆可以稍微定个厚一点 这样子的话不会让头发粘粘导致脱妆 然后来进行正式的修容 先从眉头开始修起 往往下带 带到鼻子 还有把眼窝也进行修饰 在眼尾处记得往上勾引 用6号色来进行眼皮的打底 然后晕染过度自然 然后用15号色在刚刚画的眼影里面 更小范围的进行晕染 加深 之后再用7号色进行眼尾的加深 按眼窝的形状往前晕染 下眼皮也不要忘记 然后再选取一个颜色 这个棕色最好不要偏冷偏红棕一点 然后呢偏咖啡一点的棕色来进行尾部的加深 然后记得把边界晕染自然 之后呢 这个颜色进行卧尘的提亮 然后画出卧尘阴影 卧尘阴影应该中部深两端前 中间的宽度比两边的宽 卧尘尾端记得和上眼影进行连接过度自然 这样子才能让卧尘有一种蓬起来的效果 之后再选取这个亮片色 提亮卧尘眼头的位置 现在看的话可能会有人说 就眼睛像被打肿了一样 但是呢我们要继续画下去 画到后面就不会了 用棕色的眼线液笔 根据自己的眼型画一条稍稍拉长 比较上扬的眼线 然后记得开眼头 还有画下眼线前半段 但是这里我忘记录进来了 之后夹翘睫毛 贴上硬梗甲睫毛 慢慢的眼线画在睫毛根部 在瞳孔位置停止 选取雾面橄榄型的双眼皮贴 根据自己的眼型进行修剪之后 贴在眼睛上面 一般只要你眼睛不怎么出油 不喜欢揉眼睛 而且双眼皮贴的黏度正常的话 在眼影之后上双眼皮贴 也不会轻易的导致它脱落 然后再选取一个扁平的刷子 粘去修容棒来涂抹在双眼皮贴上面 再用刚刚的眼影 让双眼皮贴变得更加的隐形 然后刷上睫毛膏 沉戒字型刷 只要刷在尾端就好了 趁睫毛膏用干的空隙 用眼线液笔来给自己画一些假的下睫毛 打乱 所以我一般都是靠画的下睫毛 不会轻易去尝试刷下睫毛 我目前还没有用过刷下睫毛 特别好用的睫毛膏 如果你们有推荐的话 可以在大幕发出来告诉我 再点一颗 我真的每个妆都会点 不管是什么风格的妆都会点的 累质 忽然想起来没涂润唇膏 然后涂上这一款味道很奇怪 不怎么好用 根本不滋润的尼维雅的润唇膏 之后给自己画一个比较自然的眉毛 这款这个妆容的眉毛 其实我没有特别用心嘛 你眉毛上点色根据自己的眉型 进行勾勒而已 因为我觉得稍微有点野生自然的眉毛 会比较有少女感一些 加上海拉发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在眉毛上面下功夫 在苹果肌 额头 法令纹 什么的等等 你需要提亮的位置 刷上高光 因为是夏日 而且比较少女之的感觉的妆容 所以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比较细腻 偏波光零零效果的高光来进行提亮 之后用黄色的眼影来充当腮红 斜刷和刚刚的高光修容来进行一个过度 夏天的话 如果用闪片比较大的高光 容易看起来比较油腻 很像流了汗的感觉 所以我推荐夏天大家用细腻一点的高光 之后再用这款腮红来加深 苹果的位置的腮红和刚刚的黄色腮红进行连接 然后呢可以带到太阳穴的位置 增加一些少女感和修容 也可以进行一些过度 把刚刚擦的润唇膏擦掉 然后我使用的口红是卡拉泡泡 还有德仙的口红进行混合 混合之后再用德仙 双头的蜡皮口红后面的海绵棒进行暈染 最后妆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依旧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坐腰时间 不喜欢看了可以退出了 喜欢看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给我多点赞多投币多弹幕多收藏 然后呢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一下 这个视频是有两个抽奖的 一个是美童的抽奖 很可爱 送视频里面佩戴的同款美童 抽一个送50块钱的代金券 然后还有抽四个小可爱 送丽曼的眼影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次的奖 给大家多争取一些奖品 关于抽奖详情我会写在置顶评论 希望大家喜欢 还有我的坐腰时间一直都很长 如果你不喜欢看的话可以退出 但是不要在战录里面逼一逼 因为我已经受过了 不喜欢看我坐腰的 可以退出了 然后谢谢看到这里的小可爱 其实后面还有很长的坐腰时间 然后爱你们 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